尊敬的会长 老师 各位同修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请掀开炫发菩提新闻 第九页 从倒数第三行 看去 云和念施主恩 为我等金者日用所知 并非己有 二十周饭 四季一赏 疾病所需 身口所费 此皆是出自他力 将未过用 彼则竭力功耕 上南虎口 我则安坐寿时 游不称心 彼则仿之不已 游自艰难 我则安抚有余 宁致爱惜 彼则闭门棚户 悠壤众生 我则广于闲听 悠游逐碎 以彼劳而供我义 与心安抚 将他力而润几身 于理顺乎 自非悲至双运 福慧二言 谈性占恩 众生受赐 则利米寸师 愁场有份 恶报难逃 视为发菩提心 第四因缘也 看到这个地方 这是 行安大师 站在出家人的立场上 来感念施主的恩德 诸位菩萨 可能会想 这一条跟我们没关系 这是出家师父学的 其实这正是 我们每个人要学的 大师依然是 以自己为力 没有要求别人 所以才站在了 出家的立场 那么在家学佛的同修 同样 也应当 隐身 联系到 跟自己生活有关的 所谓施主 施主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帮助我们的人 施就是布施啊 只不过呢 大家习惯上 都认为 施主嘛 是出家师父 对在家居士的称呼 这里 是站在出家的立场 来感念 诸位在家菩萨 云和念施主恩 从什么地方开始感念 开始思考呢 为我等经者 站在出家的立场 去看待这个问题 日用所知 每一天日常生活中 所用的 这些资生之据 并非己有 都不是自己 亲自去操办的 说来 出家人这一点 好像挺享受的 所以有很多 社会大众 就说 这些和尚 天天吃饱了 没事情 在那边敲着沐浴念经 好像成了社会的寄生 寄生虫一样 说起来不好听 说出家人 对社会有什么贡献 天天在那边安详供养 过去顺治皇帝 写过一首长诗 赞生功德 赞叹出家人的功德 天下丛林 泛世山 丛林就是我们讲的大道场 大寺院 过去这些大丛林 很多 那么里面的饮食 堆起来 像山一样高 窝鱼到处 认君餐 只要是出家人 不管走到哪个道场 到哪个丛林 都可以挂单 都可以有饭吃 可以随便 不用花钱的 不过现在 很多寺院 变成子孙道场 有时候不接受 外来的挂单 就不像过去这么方便了 所以顺治皇帝很羡慕啊 他就想过这种生活 黄金白玉 非为贵 世间人最看重的 金银气泡 顺治皇帝以为 这些不可贵 大家可能不太容易理解 这怎么不可贵呢 在我们看来 这太可贵了 因为我们没有这些东西 纵然有一丁点而已 手上一点 戒指 胸前挂项链 有些女士耳环 也会是气泡所做的 除此以外 我们再没有其他更多的 金银气泡 可是皇帝跟我们不一样啊 皇帝家里面 琳琅满目的这些用品 全都是气泡 所以顺治皇帝认为 这个不可贵 要从这个角度去看 其实 纵然 真的 金银气泡 在我们的生活中 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也不是最可贵的 顺治皇帝所要赞叹的 是出家这个行业 唯有家沙 辟易简单 那么有很多人 不了解 认为出家人 好像对社会 并没有什么贡献 反而 安享 现成的贡养 好像成了社会的负担 累赘一样 因此 从古至今 就有不少 这样诽谤的言论 那么 敬安大师呢 这是站在出家的立场 并没有 给予反驳 而是回过来 反攻自行 这正是修行人的态度 我们做的确实 不够好 不怪大家 出家人 按照佛制 不能从事生产 种田啊 或去农业社会 种田啊 虎口啊 那么社会上 各行各业 谋取利益的 佛制 出家人 都不得参与 佛当年再是这样 现在南传佛教国家 相当一部分 还是这一种情况 但是佛法传到中国之后 这个制度就开始调整了 因为中国人 对于出家人这一种 原门脱波的生活习惯 不太适应 中国人把这一种生活方式 看得很低下 认为这是叫花子 要饭的 生活潦倒的人 不得已才这样做 一个有学问 有道德修养的人 绝不会为了吃一碗饭 而去敲开别人家的大门 尤其是接受儒家教育的人 这些读书人 古来有这样的观念 哪怕就是饿死 也不受节来之食 什么意思 就讲一个人 他很饿 走路走不动 倒在路边 正好旁边有个大户人家 有钱人 里面人出来一看 这个人饿倒了 端来一碗饭 很轻视的 喊着他 这个结的意思就是 我们今天打招呼 某某人 来给你饭吃 就是用一种 很轻视的态度 要施舍饭给他 可是这个人 看到自己这么不受尊重 拒绝接受这一碗饭 这在中国古人讲 这叫有骨气 所以中国人这种习惯 直接导致出家人的生活习惯 发生改变 因此 佛法最初传到中国 这种脱波制作 就不得不改变 更何况 当时佛法 是汉朝的皇帝 派特使去迎请 迎请 赦摩腾和朱法兰 两位高僧 带 惊吓 传到 动土 皇帝请来的贵客 更不可能 让他们到街上去 要饭了 传出去 皇帝都没面子 所以佛法一传到中国 出家人就接受国家的供养 以后几乎成了一种制度 大的寺院丛林 往往都是皇家在供奉的 规模稍微小一点的 地方上的官府 达官贵人 他们在供奉 所以汉传佛教 对于脱波这一种制度 就这样做了调整 那么这一种情况 我们可能会想 这是不是有违佛制呢 这是根据佛法流传的区域不同 为了适应当地的生活习惯 原则上 并没有违背佛的教育 精神还是保留的 百丈大师的时候 又开始 丛林自己种田 有了适当的调整 这说明的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说 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 汉传佛教的一些情况 跟原始佛教 就是佛陀当年在世 甚至现在我们看到的 南传佛教的这种生活制度 有些不太一样 但不管怎么说 出家修行人或多或少 都在接受信众的供养 这一点是客观存在的 并非几个 大家也不妨联想一下 就是在家学佛 难道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人去操办的吗 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很难了 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个地方 联系到自己的生活方式 而不要看到 这一条跟我没关系 可以睡觉了 等讲到下一条再醒来 多少都有些受用 二十周饭 四季一赏 周饭就是每一天的饮食 二十就是早上和中午 晚上这一餐 当着药去吃 所以晚上叫药食 把这个晚餐啊 不做饮食想 不再吃药 大家会想 有病而吃药 好好的干嘛把饭当做药吃呢 确实我们是有病 你说没病啊 我前天刚检查过 身体挺健康的 有一个病 大家都忽略了 恶病 这个病是要命的 其他的病还赶紧送医院抢救 如果犯了恶病 七天不吃饭 大家试试看 这个可能比那个癌症 还要厉害啊 换了癌症检查出来 还有三个月的期限 如果饿七天 差不多这个人就完完了 饿是大病 我们凡夫有这个病 所以需要用饮食 去调治 说老实话 就是早餐和午餐 也是在吃药 因此 在丛林五官堂里面 五官堂就是摘堂 为什么叫五官堂啊 就是吃饭的时候 应该提起这样的关照 提醒自己 我吃这一餐饭 到底是为什么 我有没有资格 天天接受大众的供养 既供多少量比来处 先思考一下 这一餐饭 不知道经过了多少道工序 才端到我们面前 有人说我付钱了 付钱了没人做 你能吃钞票吗 不可能啊 也总要有人去操作 从农妇播种 耕耘收获 再拿到市场上去运作 一直到我们今天 吃到还算不错的 美味佳肴 这个中间 经过了多少人的行恶 哪怕只是一粒米 可能都要经过千万人的辛苦 想一想 有人说这一想 吃饭还能有胃口吗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就是不要去贪那个口味 所以首先要提起这样的关照 既供多少量比来处 存即以德行 存就是 自己揣摩一下 思维一下 我有没有德行 我有什么德行 在接受这样的供养 我的德行 具足吗 不具足的话 那么我用过这一餐 就要拼命去弥补 防心离过 贪等为重 吃饭的时候 有时候饭菜还不错 吃到适合自己口味的 想多吃两碗 起了贪心 吃到不合口味的 挺讨厌的 今天谁做饭的 就会起了烦恼 正是良药 味疗行哭 就是刚才说的 把这一碗饭当作是药 来治病 我这个身体很差劲 我们是凡夫 我们无法像天人一样 就是在凡夫当中 勾集的凡夫 他们都不用怎么吃饭 世界天以上的天人 不用吃饭 就是欲界天的天人 也不像我们这样 天天吃 而且还要吃三餐 还要加两道点心 偶尔还要吃几个零食 没关系 因为我们有病嘛 有病可以理解 天人他不需要吃这么多吗 天人不用 天人只吃早餐 所以我们受八观灾戒 为什么只吃早餐午餐呢 天人吃早餐 三世祝佛用午餐 晚餐是谁吃的呢 经上说 晚餐是饿鬼吃的 这个大家不要误会 不是说我们吃晚餐 就是属于饿鬼这一类了 是说按照六道众生的生活规律 确确实实经常有这样的说法 因此受八观灾戒 才让晚餐省掉 一定要吃呢 我们平常一定要吃 那么就把它当药去吃 所以晚餐 丛林中叫药食 该吃还是要吃啊 有病不吃药怎么可以啊 我们确实有病 也不要客气 吃好了 赶紧用功半道就行了 所以最后一条说 未成道业 故受此时 我现在是为了用功半道 我要填饱肚子才有力气练佛 填饱肚子我才有力气 去听经文法 学习各种法门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赶紧吃吧 做完了 好 继续用功 十存五官 所以 这堂叫五官堂 那是一堂功课啊 丛林里面讲五堂功课 用餐是一堂功课 这就是把修行跟生活 直接联系在一起 丛林灾堂里面 常常会看到 这样的标语 十存五官 是贴在正当中的 门口 常常会看到一幅对联 差不多都这样写 五官若明 千金异化 就是前面这五官啊 自己都能认识到 知道为什么吃这个饭 那么就是有千两黄金供养来 可以消化得起 就是说没有辜负施主的供养 我吃这个饭对得起它 我能让它发挥最好的作用 下连是 三星未了 滴水难消 或者说历米难消 用意都一样 三星是什么呢 三星两个说法 《金刚经》上讲 过去性 现在性 未来性 就是凡复性 未了呢 就是没有能够 明心见性 没有认识自己的真心本性 就是没有成就的意思 另外一个意思 这个三星就是贪嗔吃三毒 如果没有去除 修行人 这不算成就 如果自己修学没有成就 就是一滴水 都消化不了 这些都是经典的提示 就是让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 时常想到 我不敢随便浪费施主的供养 不敢随便虚度光阴 这样就会升起很高的警觉心 就像什么呢 举个例子 现在很多人做生意 有时候刚刚 走向社会 没有钱 白手起家 于是就东借 西借 还有银行贷款 等于是什么呢 负责债 去经商 做生意 做事情 那么这个时候 自己就一定会提高警觉 我不能浪费 我要拼命去赚钱 否则 我的利息就还不了 更不用说还本钱了 这样一来就会有动力 就不敢随随便便去过日子了 一定就会提高自己的警觉心 修行人为什么常常用这些勉励自己呢 就是让自己的警觉心不要放松 否则的话 人就会感觉 这没什么嘛 好像一切都是自然的 就会放纵自己 所以才这样反复提醒 世纪衣裳 春夏秋冬 一年世纪 在热带 不太容易感受 这边只有两个季节 雨季 旱季 那么这个意思呢 我们理解 就是平常所穿的衣服 衣食住行 这是修行人 跟一般人生活都差不多 必须的这些物品 疾病所需 生病了 要吃药 身口所费 剩下的日用品 全都包括在这个里面 这就是经上讲的 这就是经上讲的四式供养 一服饮食 卧具 医药 一般人生活 这是最基本的 修行人 也不例外 自己 既不能亲自去操办 那自然 那自然 直接出自 他的 都是别人 在操办 将为我用 那么 我现在 是拿来 用现成的 仔细的去 分析一下 毕则 竭力 公耕 过去农业社会 那么 全靠种田 竭力 就是尽力的 很辛苦的 亲自去耕田 上南湖口 有时候 生活 都还不一定 过得很充实 很富裕 可能有时候 三餐都不急 这是说 一些贫苦人家 那么 在我们今天 有一些国家 一些地区 依然存在 这样的情况 有些人 找不到工作 三餐 都要靠救济 我则安坐 受食 有补称心 可是看一看 我自己 并没有像他那样 辛苦 却在 安稳地 接受 供养 饮食供养 举这个例子 毕则 仿制不宜 游自艰难 前面讲的是 饮食 这里讲的是 衣服 衣服 是要 仿制的 过去都是手工啊 他辛辛苦苦地 自己去仿制 自己还不一定能穿到 很好的衣服 现在 把很好的衣服拿来 供养 修行人 我则 安抚 有余 有时候 可能 比一些 穷苦到 没有衣服穿的人 还要富裕一些 出家人至少有三衣啊 这是佛制 至少有三衣 在热带 三衣应该是 差不多够了 但是在寒冷的地区 三衣不够 所以 就要增加 这是讲衣服 明知爱心 如果不去了解 这些真相 自己就会认为 我这些都是自然的 他们应该这样 就像什么呢 就像做儿女的 如果不了解 父母的辛苦 就认为 父母亲 给自己的一切 都是理所当然 就会不懂得珍惜啊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 去看待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在从不同的角度 接受他人的供养 只不过 出家修行人 这个行业 接受的比较明显而已 所以以这个为例 大家更容易提起警觉 毕词 闭门棚户 闭门棚户 这个闭和棚 都是一种茅草 这是形容 生活很穷苦的人家 他家的门 都是用茅草 做成的 不像一些富贵人家 这个门都是很气派的 就是住的地方 很简陋 饶 嚷 终身 自己 这一生 可能都是在穷困 潦倒中 过生活 饶嚷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生活 或安心 不是缺这边 就是缺那边 忧心忡忡 不是很安稳的过滤 我只 广雨 广雨 闲听 幽幽 珠水 广雨 闲听啊 比较像样的丛林 确确实实 地方都挺大 有时候走进去 会像皇宫一样 所以有很多人也很羡慕 出家人住的地方 这么宽敞 比我的家大多了 虽然这么说 忽然遇到师父 师父跟他讲 既然这里这么大 你不要回家了 好不好 他马上就不愿意了 我看我们这边 应该比住位 每个人的家都要大 要不要考虑一下 这是换一个角度了 因为生团 当然是有很多人居住 所以居住的空间就比较大 但不是为了一个人享受 可是如果修行人 认识不到这一点 认为反正出家就是混日子 那这样一来 真的就辜负了 施主的供养 对不起了 我们从这些地方去思考 佛法的这些智慧的引导 确确实实 给我们带来很多起发 如果我们在生活中 能够用这样的方式 举一反三 我们的心地就会非常厚道 我们的警觉心就会非常高 我们就会把握生活中的 每一个细节 不让它空过 这就是修行的心态 以毕劳而供我义 与心安护 这样想一想 让他在那边辛苦劳累 我在这边安受供养 确实有些惭愧 于心不忍 有人说了 既然这么惭愧 这么于心不忍 干脆不要出家了 自己去工作算了吗 话不是这么理解的 恰好正是这种惭愧心 才推动修行人 勇猛精进的去成就 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 就不应当再做他下 大家可不要想到 主师们都天天惭愧惭愧 既然惭愧干嘛 还要这样 不能这么理解 你看到印竹天天讲 常惭愧生 那是一种动力 正是意念到这一些 所以才应当发起精进 用自己的成就 回过来去回报世主 就像什么 就像做儿女的 父母亲天天在养 儿女如果意识到 父母亲不容易 怎样去看待这个事情呢 应该不要辜负父母的期望 好好学习 将来长大之后 回报父母 而不是啊 父母亲这么辛苦 算了 我不要他养了 我离家出走 这就有些极端了 所以我们看待这个事情啊 应当站在中道的立场 两边都分析 这样才能理解的 比较全面 出家修行人 正是这样一种 高度的警觉 时常的反省 极大的惭愧心 在推动 所以 出家人当中 大有成就的人 历代以来 不胜为虚 他们正是用这样一种 回馈众生的心态 他没有认为 既然这样很辛苦 让他们很累 算了 我也不接受他们的供养 我一个人 我照样可以跟他们过 一样的生活 那这样一来 就是过于极端的理解 所以我们 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 不能够 这样极端去看待 既然选择了出家这个行业 我要用出家的方式 做出一番成就 用我的成就 回馈 曾经供养 我的这些施主们 这个才是应当去思考的 这也是 显安大师前面讲了这么多 后面把他引到菩提心上 真正的用意 将他利益而润己身 与利益顺乎 还是再一次提示 把他人的利益 接受过来 让自己在这一边 受用 在情理上 有时候想想 真有些过意不去 就是这个意思 那怎么办呢 不要做其他的想法了 往下面看 自非 卑至双运 福慧二言 自非 这是 双重 否定 就是反问啊 假如不是这样的话 就没有办法报施主的恩 这合起来是这样去讲的 双重否定就是肯定的意思 就是一定要这样做 才能对得起施主的供养 否则的话就对不起了 卑至双运 佛法的修学 一切法门都不例外 就是两件事情 慈悲和智慧 尤其是大乘佛法 非常强调慈悲 慈悲摆前面 慈悲是我们修行的动力 没有慈悲心的话 修行人的生命将会慢慢枯竭 再没有活力 我们看到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 那么不疲不厌 在教化众生 成佛都无量节了 现在还在用菩萨的身份 教化众生 这是什么力量 慈悲的力量 地藏菩萨 地狱那么辛苦 地藏菩萨没有嫌弃 只要有一个众生在里面受苦 地藏菩萨率先感到 慈悲的力量 诸大菩萨无不是这样 诸佛呢 诸佛是慈悲已经圆满了 悲至双运 是讲的因地 众因修学 慈悲里面当然不能缺乏智慧 智慧就是客观地去观察 事情的真相 用合理的方法去帮助众生 那么我们学佛 其实就是从这两个方面 不断地去培植自己的质量 我们学佛这么久 慈悲心 有没有增加那么一点点 智慧有没有开显 这是我们有没有长进的唯一标准 不管是念佛还是读经 都要从这个地方看 真正发心念佛 动机纯正 慈悲心会越来越大 就是不知不觉 悲心会从智性中流露出来 不需要人教 自然而然 看到众生的苦难 油然而生一种怜悯之心 这是我们学佛 真正慢慢与佛相应了 福慧而言 果报 成佛就是两种庄严 福德庄严 智慧庄严 这个我们皈依的时候啊 说皈依佛陀 两足中尊 佛是二足尊 足是圆满的意思 那么两足尊 就是福慧 两个圆满 福慧圆满 就成佛了 严是庄严 我们每个人 在生活中 或多或少 都有些化妆的习惯 走出去 总不能披头散发 在家居士 在这一方面 多少 也都会考虑到 那么一般 世俗大众不学佛的 有时候会更讲究 听说有些 出门前化妆 要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 这边土土 那边抹抹 衣服一件又一件的换 总感觉到不满意 这都可以理解 人喜欢化妆自己 这是一种庄严啊 佛用什么来庄严呢 佛用慈悲来庄严 用智慧来庄严 福慧二言 就是以福德和智慧 庄严发生 这个才是真正永恒的庄严 那么这里说的呢 就是出家修行人 如果不是这样做 不能够成就 慈悲智慧 具足福德 智慧这两种果报 培植慈悲和智慧 这两种因形 那是很难回报 施主的供养之恩 谈信占恩 众生受斥 谈信 谈 是谈诺的简称 六度里面 头一条 叫谈波罗蜜 翻译过来 就叫布施波罗蜜 这是印度 印度泛语 音译过来的 信呢 是我们华文里面本有的 所以谈信这个名词 是泛华合义 就是一半泛语 一半华语 合起来的 通常我们这样去理解它 谈就是讲的施主 信呢 就是有信心 对三宝 有信心的施主 所以到佛门里面来修供养 为什么到佛门来修供养呢 因为佛门是福田 经上告诉我们 在一切福田当中 三宝福田 最为殊胜 这一点 有很多人不理解 想不通 三宝 佛法生 供养佛 佛像 佛不在世了 佛像代表 供养法 流通经典 供养生 出家人 有人就怀疑了 那几个和尚 我把钱给他 我供养他财物 其他物品 这能种到什么福 对社会大众有什么利益 所以有很多善心人士 真的 他们这么认为 宁愿拿钱 去修世间的种种善行 也绝对不在佛法中 做一点事情 他们认为佛法对世间 没有灵 他认为 我把这个钱 拿去帮助其他人 好像更有意义 其实这是不了解 产生的误会 对于三宝的供养 为什么经上赞叹 最为殊胜呢 因为世间 之所以大众 有心向善 有善法存在 大家还知道 积极向上 开发人性的美德 这是因为有圣贤 在教化的缘故 有三宝注释的缘故 我们说的简单一些 这个世界 有哪一个行业 是以纯粹在 引导人心向善 弘扬善法 而无所求呢 从古至今 都在执行这样的宗旨 有哪一个行业 可以做到这样的 恐怕早来早去 就只有宗教这个行业 这是很多人忽略的 世间除宗教之外的 任何行业 或多或少 都会掺杂着利益的成分 在里面 夹杂着善恶 在里面 有善有恶 唯有宗教 那么我们站在 佛法的立场 佛教 佛法 那么从事佛法 推广的是什么人呢 当然就是出家人了 那么还有一些朋友讲 在家居士也在做啊 没错 但这个里面 有一个形象问题 在家居士也在做 可能会做得更好一些 但是社会大众看到 他不能马上对三宝 生起一个信念 因为没有办法代表三宝 所以三宝的形象 是必不可少的 为什么称为住持三宝 这个形象 就是有这个形象在 佛法就在 这个形象不在了 就宣布 这个地方的佛法 不存在 将来 释迦摩尼佛的教法 在这个世间灭的时候 经上就是这么受寄的 杀门加杀 自然变白 什么意思呢 出家人的形象没了 没了就代表 这个行也不存在 哪怕他还在形象 所以佛法里面 三宝 佛不在世 以法宝为尊 但是以生宝为主 因为生宝在推动佛法 弘扬的事业 如世间孔老父子所讲的 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 这个佛法非常微妙 非常殊胜 佛法就代表了 世出世间一切善法 这么殊胜的善法 假如没有一个行业 专门去推广它 岂不是太遗憾了吗 那么推广这一桩事情 做这个工作的人 值不值得尊重 值不值得大家 去供养呢 所谓供养 就是像我们现在国家的 各个政府部门 公务员 他们也没有直接从事生产了 不也在享受供养吗 所以很多人说 出家人好像天天就是念念经 顶多会撒撒嘴皮子 跟大家讲讲 为什么可以接受供养 可以那么自在 这样讲是挺不公平的 出家人多少还念念经 还讲讲 有很多公务机关 他只不过做办公室 做做而已 他不照样在接受国家供养吗 只不过出家人这个行业比较明显 很多人才会把矛头指降这里 也好说明对这个行业关注 但是不能误会极端的去看待 所以经上赞叹 在一切福田中 三宝福田最为第一 它是永久的 在这个福田中 哪怕只种下一粒种子 必定因此成无上道 因种下去 永恒不失 而在世间做的种种事业 哪怕是纯善的 都是战事的 都是无常的 哪怕是善意 也是无常的 因此 很多人不了解这个真相 才错失了 在三宝中 广众福田的级别 就是我们今天 譬如说我们要提倡 挽救社会 风气 化解世界灾难 哪个行业做的最认真的 我们看来看去 好像就是学佛人 做的比较认真一点 这是值得尊重 值得赞叹的做法 了解之后就知道 这个理念有道理 那么出家修行人 用自己的成就来回报 曾经供养帮助过自己的 有信心的施主 让他们沾自己的恩 这就是回报了报恩 所以经上是这么说的 在家居士 修财布式 财供养 出家修行人 修法布式 法供养 当然这是说的重心 就是在家以财为主 出家是以法为主 佛陀当年在世 常常接受这些大国王的供养 供养完了之后 为什么这些国王邀请佛陀 来供养呢 因为他们想要求法 其实他不吃亏 请佛吃一餐饭 佛给他一说法 他可能换到一个阿罗汉过 比一个阿摩罗果肯定要值钱多了 得到永恒的利益 因此换一个角度家 出家修行人 其实并没有愧对任何事 只不过 站在出家人的立场 总不能大言不惭地说 你们应该这样做 说也说不出口嘛 所以这就是一种觉悟 我们在看显安大师 这个几种念恩的分析的时候 应当有这样的启发 大师没有说大价 没有说在家居士 因为他是出家身份 所以只说自己 这跟映光大师开示中讲的一样 只管自家 不管人家 这是一种高度的觉悟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也应当举一反三 就是作为在家菩萨 应该反过来下 比如说我们的导师 净空上人 他天天这么辛苦 为我们说法 说到我们现在学了这么多年 如果一点成就都没有 是不是又愧对他老人家了呢 从法的供养上讲 确实是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相互互动的环节 而不是单方面的关系 那么自己真正有所成就之后 曾经帮助过 甚至没有帮助过的 这些修行人都会给予利益 因为修行人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利益众生 众生受施 那么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 他成就的恩赐 则利米寸师 愁藏有份 假如不能这样的话 前面说过了 自非 就是自非 一直灌下来 如果不能够像前面说的 有出称成就 那么点点滴滴的供养 都不是那么好消化的 我们前面说过 那都是投资啊 高利贷啊 都要还债的 酬长有份 一分一好都逃不掉 所以大家放心的供养 就是对于三宝的供养 不要犹豫 在家局势要培养 这样一种习惯 就是护持佛法 只要有能力 不要犹豫 你不用担心 我这个投资值不值得 我护持这个道场 供养这个法师 将来会不会给我回报啊 别这么想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经常说 哪怕 供养一个破戒比丘 福报都不可思议 所以在南传佛教 至今还保留这样的制度 所以他们的生团非常壮大 这都是有原因的 我们有时候就会想 不行 我要看看 这个道场如法不如法 跟我想的一样不一样 看看那几个师傅 他们在偷偷的干什么 好好地调查一番 不行派几个侦探去了解一下 然后才放心 可以理解 但是这样做到底 其实自己花费了很多心思 也修不到纯粹的功德 这是用一种极其严重的凡夫心 分别性去看待三宝 生团的倾向 尤其在这个时代 很多社会大众 甚至学佛同修 也常常这样感叹 现在的生团不如法 其实 我们没资格讲这个话 谁才有资格呢 释迦摩尼佛才有资格 等觉菩萨以下 都没资格评论生团 因为生团跟佛法是并列的 它是三宝之一 怎敢随随便便去评论 又怎敢随随便便去诽谤 诽谤三宝 我们学佛读经都知道 那是阿比地狱的重罪 有人说了 我明明看到这些这些那些那些情况 我们都是戴着眼睛 经常说末法时期 为什么叫末法 末法就是法不像样子 这个情况是免不了的 就是在这样的混乱的情况下 依然有很多成愿再来的修行人 硬化在其中 这就是佛门里面常讲的龙蛇混杂 你看到这样一个生团 就是很多修行人在这里 有时候你会看到 好像他们不像我想的一样 我们想的就对吗 你看到寄功活佛了 认为寄功活佛太过分了 我要去搞他的状 谁知道人家在斗众生 在游戏人间 为什么要视线这个样子呢 就是告诉我们 有些情况不是我们看到的 那么回事 所以对于修行人 对于生团 假如我们看到 认为不能理解的 应该抱什么态度呢 我尊重 我不去评论 你说看到实在难受 不要再看 你就看那个好的 看自己喜欢的 盯着他不放 那就可以了 你干嘛要看那个不顺眼的吗 你要看到寄功活佛 肯定会气死 佛也免不下去了 这个和尚又吃狗肉 又喝烧酒 又躺在大殿里面睡觉 还动不动指着护法 寄功活佛 对护法委托菩萨 都是忽来唤去的 我们就会觉得他太过分了 但谁知道 那是肉身菩萨事先 传记里面记载 寒山实德 两位大士 文殊普贤菩萨化身 这两位大菩萨 在国庆寺 常常视线的风风颠颠 有时候啊 真的会去教训这些护法神 有时候护法神没尽到责任 这两位大士啊 就是拿起鞭子就抽下去了 你怎么护得发 这有一些顽固执手啊 打的这个护法神啊 晚上啊都托梦 给到场的大众 在那边诉苦 说我们白天 被两位师父打了 也不敢还手 那么这一些 其实啊 都是给我们视线表演 就是让我们如何保持 对三宝的恭敬心 这一点对我们学佛人很重要 一旦对三宝失去恭敬心 我们学佛的动力将不再有了 这就是很多在家同修 就是看到所谓佛门不如法的现象 他对佛法没信心 原因就出在这里 为什么要看不如法 为什么不看看如法 那有人说了 看不到如法的 怎么办 其实如果真的想看如法的 不是没办法 他就怕 你要不要看 真要看吗 马上送你去极乐世界 那你肯定如法 你就拼命念佛往生啊 你既然想看如法 那你最如法 去吗 可是你真的去了 人家反而认为你不如法了 你这个什么人 没修好就跑来这边 所以有很多时候 我们应该两方面都思考一下 但是说到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就是了解一下 我们学佛 我们称为三宝弟子 我们所学的就是三宝 因此无论如何 我们不能对三宝失去恭敬心 不能对三宝失去信心 哪怕有个别修行人 不如法 他不能代表所有三宝形象 我依然应当保持对三宝的最大恭敬心 这才对得起我们遇到三宝的意愿 所以我们应当从这个地方得到这一种启发 那么站在修行人的立场 其实修行人 出家修行人 已经常常在自我反省了 以醒安大师为例 在这个地方做出表率 这是出家修行人的好榜样 那么在家修行人 其实也应当得到一些启发 如果不能够成就 恶报难逃 每每想到这一桩事情 毛骨悚然啊 这个动力自然而然就升起来 这就是发菩提心的第四种因应 发菩提心就是觉悟性 圆满的大觉悟性 这需要我们去观察 我们身边的各种关系 才能够发这一种无上不提心 否则的话 我们总认为 我们现前的一切 好像都是理所当然的 这个学佛 这个念佛就没有动力了 那么每每想到这一些 修行的动力就产生了 这是第四种因缘 好 下面再看第五种因缘 云和念众生恩 为我与众生从旷节来 世世生生互为父母 彼此有恩 今虽隔世昏迷互不相识 以礼推之 岂无报销 今知披毛带脚 安知 非兮为其子乎 今知软动冤飞 安知 不成为我复乎 好 先看到这个地方 这一段文挺长的 这是说 我们跟众生的因缘 每个人都有分了 前面的四种恩 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想到一些 唯独众生恩 很多时候我们会忽略 众生是指的谁呢 是任何一个众生 众生就是众缘合合而生起的现象 分有情无情 在这个地方锁定在有情众生上 有情众生有情实比较明显 一切众生 跟我们的关系 密不可分 就是我们今天在座的 作为菩萨 大家都互相有密切关系 不是彼此毫无关联的 你说我真的不认识他呢 跟他没什么关系呢 这是眼前我们的状态 如果联系到过去 引申到将来 我们跟任何一个众生都分不开 这里为我们分析 临合念众生恩呢 从哪个地方去思考这一桩事情呢 为我与众生 我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 与任何一个众生 从旷节来 旷节就是九元节以来 世事生生互为父母 这给我们讲出六道轮回的真相 世事生生彼此互为父母 什么意思呢 这就像演戏一样 我们现在这一生的父母 可能过去生中 我们做过他的父母 不要听到这个话 回家就跟自己父母讲 我可能做过你的父母 学佛的或许可以理解 不学佛的马上就会产生想法了 这个孩子大力不到 去学佛几天 变得敢这么样叛逆了 所以这个话 平常我们不大好理解 也只有我们在读经的时候 佛在经上 才为我们说出这些真相 大师所讲的 都是引经据连 有根据的 所以我们现在呢 先做个了解 我们自己知道这个真相就行了 对于不学佛的人 这个事情还是不要随便讲 免得别人说 你们学佛 学迷了 怎么学成神经病 学得大小都不分了 确确实实 别人会这么说 所以后面也说了 比邪见人何主意支持啊 邪见人就是没有证见 对佛法不了解的人 他怎么会知道这个真相 怎么能接受这个真相 互为父母 这是举个例子 互为父母 互为兄弟姐妹 互为夫妻 互为眷属 互为恩怨情仇 这就像演戏一样 我们的身份在不停地换 如果要凭最佳演员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拿第一名 演得都特别认真 确实是这样 彼此有恩 谁都不会亏本 六道轮回中 就是这样 讨债还债 报恩报怨 一报一报 就这样轮转下去 这一生张三欠李氏 下辈子李氏就还过来 就是这样 没完没了 所以称为轮回 像车轮一样 在不停地运转 金水格式昏迷 互不相识 以礼推之 岂无报销 我们眼前 确确实实 迷了 昏了 我们是凡夫啊 投胎的时候 经过十月 胎育之苦 饱受折磨之后 这一出生 前生的事情 都忘得一干二净 所以很多人说 哪有什么过去事啊 如果有的话 为什么记不得啊 记不得就是正常的 大家想一想 三岁之前的事情 有谁记得 记得很清楚 三岁之前 两岁之前的 一岁之前的 往上面推 连三岁之前的事情 我们都不能清楚地记得 何况未出生之前 真能记得 不记得 不代表不存在啊 这是从理上去推啊 那么到底 是什么缘故 让我们忘记了过去的 这些记忆呢 就是因为 在母胎中 受了极大的责务 痛苦 经历了出生之苦 所以 忘记了过去的事情 假如这个 众生啊 投胎的时候 没有经过 十个月胎育之苦 他是夺胎而来的 所谓夺胎 就是 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 做胎的那个神是走了 刚好 他碰到这个纪元 直接借用了这个身体 生下来就是他 出生之前是另外一个神世 因为他没有经过胎育的折磨 所以 生下来之后 他能记得过去生中的事情 这样的例子 有 在近代这些科学考证中 都还有些记载 在民间的传闻 佛教 英国 轮回 这些故事当中 有不少 很多人听到都认为 这在编故事 其实不是 真实的 曾经有一个 就是 夺胎而来的 因为他没有经过胎育之苦 所以一生下来 他就把眼睛睁开 而且开口讲话 这是一个真实 是我 刚出家不久听到 一些老师傅们讲的 南京一带 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 有一个农民 就是一个农夫 农民 有一天 在地里面耕铁 牛拉着梨子耕铁 耕到一半 他累了 坐在旁边休息 这头牛 不知道什么缘故 受到惊吓 突然 跳跃狂奔 正好他坐在 那个牛的旁边 梨子也在旁边 那个梨巴 就倒在一边 正好 打在他头上 当下 命中 命中之后 正好那一边 在分明 他的神识 就抢过去 那个胎儿里面的神识 正好离开 他就入胎了 入胎之后 因为这一切来得很突然 所以他就以为自己 只是被重重 打了一棒 他没有意识到 其实自己已经 换了一个身体 已经生死一场了 所以他就睁开眼睛 他以为打晕了吗 所以就赶紧睁开眼睛 摸摸头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出现了这样一幅场景 空间也不一样了 那个铲婆 就在旁边看到 这个孩子怎么睁开眼睛了 还在那边手舞足蹈的 好像不正常 然后要找那个剪刀 剪齐带 因为这一慌张 大家受到惊吓 剪刀找不见了 慌里慌张看不到了 他就这边左边看看 右边看看 他看到了 然后就说 剪刀在哪里 旁边人一听吓坏了 说这个是妖怪转世的 赶紧捂住他的嘴巴 他一听 知道坏事了 他不应该讲话 然后再感受一下 自己动弹不那么自在 他也意识到 可能自己已经换了一个身体 所以他就学聪明了 不讲话了 有大人在的时候就不讲话 有一天 他的妈妈 看到他睡着了 然后就把他放在摇篮里面 到隔壁邻居家 去串门办点事情 前面刚走 后面就家里面有客人来 客人来了就敲门啊 过去没有电话 先打个电话通知啊 没有啊 来了就敲门啊 敲门就喊 里面有没有人啊 这一敲门 他醒了 听听没人答应 外面人老敲 他有点不耐烦了 他就说 家里没有人 这个客人 你已经吓坏了 因为知道 他家里面有个孩子嘛 这个孩子又讲话了 这样的事情 闹得大家感觉到 很不可思议 后来他慢慢长大 常常跟他的 现在的爸爸妈妈家 说他有个家 他还有老婆 还有孩子 爸爸妈妈以为 他说疯话 十来岁的小孩 讲这样的话 肯定认为他不正常 可是他天天这么说 而且还说 他家住哪里 说得一清而出 后来父母亲没办法 因为他天天缠着 说他要回家 回他的家 他不认为这便是他的家 父母亲没办法 只好陪着他 到他要去的地方 他记得路 快到自己村庄的时候 不需要人带 静止走到自己家门口 敲门进去 见到一个老太太 抱上去就亲热 然后叫他老伴 老太太一看傻了眼 谁家的小淘气 怎么敢这样 然后这个小男孩就说 你不要见怪 然后把这个姻缘跟他说了 说我确实是你家的主人 如果你不相信 我跟你们说几件事情 证明一下就行了 然后把他们家老主人 已经过世了吗 生前的事情 很私密的事情讲出来 这个老太太一听 都对 说这个还不行 然后他就说了 你们家的地气 放在什么地方 你们都不知道吧 因为他是主人 他自己放的 他突然死了 一家人都找不到地气在哪里 然后他就说 在哪一堵墙 从下面数 第几个砖缝里面 去挖出来 果然找出来 这个时候 一家人无话可说 确确实实 真人真事 这不是在编故事 以后他就有了两个家 这个情况 在六道轮回中 这属于公开了 这好比演员啊 演员在演戏的时候 露出破绽了 这个戏 好像没法自己演下去了 但是在轮回中 这样的情景 很正常 了解到之后 这就叫看到真相 互为父母 彼此有恩 虽然这一生 我们现在是迷了 但是我们从这个道理 去推测一下 我们身边的每个人 跟我们都有这样 一重关系 不仅如此 下面更进一步说 金指披毛带脚 安知非 息为其指护 衍生到这些动物 这些小动物啊 小的 蚊虫蚂蚁 大的 在我们生活中 最常见的 小狗小猫呢 我们这个附近的树林 很多猴子呢 这些众生 安知 我们过去生中 跟他们没有亲缘关系 怎么能知道 这个在历代的感应见文中 有很多记载 唐朝的时候 谁唐世纪 当时有一个长官 就是一个做官的 叫伟庆职 伟就是伟托菩萨的伟 庆是庆幸的庆 职是种植的职 名字不用记没关系 说出名字呢 就是可信度高一些 其实我们只需要了解 这样一个点步就行了 他有一天 在家里面 要宴请宾客 来的都是一些很好的朋友 所以就想好好招待他们 怎么办呢 家里面 养了几只小羊 想给他们炖羊羔 把羊 来活活的剥皮 争了给客人吃 这个被很多人认为 是美味佳肴 然后就选中了一只小羊 这只羊青色的 头上有两个白点 选中之后 准备第二天 客人来现场杀掉 当天晚上 夫人做了一个梦 就是他的太太 梦到 他已经过世的女儿 他们家有个小女儿 七岁过世 过世一段时间 哭哭啼啼 来到面前 向妈妈求救 说妈妈 你救救我 明天我要被杀了 父亲要杀掉我 说着说着 自己变成一只羊的小羊 然后就说 自己生前 常常偷父母的首饰 小孩子啊 小孩子有时候不小心 会犯下这样的过失 常常偷父母的首饰 有一次偷了一个很贵重的 一个玉的发夹 玉拆啊 所以他的福报很快响尽 因为这些不该他 小小年纪就享用 可能他福报也不怎么大 所以早早夭折 死了之后 投生做养 还来到这个家庭 干什么呢 还债 父母儿女不过是债务关系 欠了也是要还的 那么 正好借助这个姻缘 把这个债还了 可是 自己感觉到实在痛苦 所以有些不甘愿 向母亲求救 母亲醒来之后 一早就冲进厨房 看到果然 一只羊拴在那里 跟梦中的一模一样 抱上去就痛苦 就交代出事 无论如何不要杀 我去跟主人说一下 就跟先生讲一下 可是先生一早出门了 然后等先生回来 肯定是要杀了他 先生不知道这个事情 然后这个厨师 自己也很犹豫 夫人叫不要杀 先生笔着要杀 赶紧杀嘛 客人来了 这个厨师就在那边犹豫的 等着整的客人一个一个进门了 进门的时候就看到 那个树上 怎么拴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 大家看到的是个小女孩 可是 在他父亲的眼中看到 就是一只羊 这叫业力 然后 这个小女孩呢 居然还能跟有些客人求救 说叔叔啊 你跟他们说说 不要杀我 爸爸要杀我 款待你们 所以客人们看到 都于心不忍 然后找些理由 跟主人讲 主人以为客人们客气 不要吃这个贵重的鸭 所以主人没在意 也不相信这个事情 认为客人们都很客气 好朋友嘛 舍不得自己破费 所以根本没有想到 这个是真的 最后 就逼着出事 赶紧杀了 赶紧杀了 来 大家可以想吗 就像艳客一样 也不要让客人说自己小气嘛 既然决定了 就赶紧杀吧 就这样杀了 杀了之后 端上来 这些客人们看着 一个一个都很伤感 主人说 怎么回事 瞧不起我 是吗 都做好了 为什么不吃 客人们说 真的 我们不是在跟你开玩笑 我们刚才真的看到 是一个女孩子 好 这一下 主人知道问题严重了 太太这时候过来 他们没骗你 我刚才都没来得及跟你说 你那么着急 已经动手了 然后把这个猛设出来 这个做父亲的一天 真的是悲痛欲绝 安知 没有这个关系 这是披毛带脚的一个众生 有谁能知道 他可能是我们刚刚过世的亲人 所以佛法里面 讲到跟众生的关系 也只有佛法讲得这么透彻 除佛法以外 世间任何学问 甚至其他任何宗教 都联系不到这一层 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 甚至认为 这就是上天供给人吃的 其知 他曾经跟我们有亲缘关系 如果联系到这一层关系 我们这一种慈悲心 怎能不生起来 这都是佛在经常常常讲的 讲这些轮回中的真相 今知冤冤飞 软冤飞 安知 不曾为我父乎 就是这一切众生 都曾经做过 我们的晚辈 也曾经做过我们的长辈 从理上去推测 确确实实是这样 所以修行人 为什么要培养 戒杀 护生的习惯 道理就在此地 那个曾经做过我们的亲人 哪怕是一只蚂蚁 修行人都对他 不敢轻瞒 如果没有了解到这个真相 就认为 这有些太荒谬了 没有必要吧 你有爱心表现在对人类身上 不就可以了吗 干嘛做得这么过分呢 很多人这么认为啊 如果不是佛在经常 为我们讲出这个真相 我们真的很难想象 我们跟众生的关系是这样 再看下面的文章 每一件又离父母 长而容貌都望 何况数世清源 今则张王难记 比其好户于地狱之下 婉转于恶鬼之中 苦痛随之 继续安述 我虽不见不闻 必必求整求计 非经不能臣此事 非佛不能到此言 必邪见人 何足以知此 事故菩萨 关于楼椅 皆是过去父母 未来祝佛 常思利益 念报其恩 视为发菩提心 第五因缘也 先从我们人世间 比较容易理解的地方 谈起 每一件又离父母 就是在我们生活中 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 某某人很小的时候 离家出走了 等到他长大 再回来 很少有人认识他 有一首唐诗啊 就是形容 这一种情景啊 少小离家 老大回 相应未改 病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丛 何处来 少小离家 很小的时候离家 老大呢 差不多 快老了 老的差不多都要入土了 这个满头头发都花白了 这个时候回来了 虽然离家这么久 但是乡音不会忘掉 像这一带 华人很多 都还保留着福建化 广东化 这叫乡音啊 但是你现在回去 没有人认识了 走到路上 回到自己 曾经生活过 玩耍过的地方 遇到很多 当地的人 有很多小朋友看到 就问 客人啊 您是哪里来的 其实不知道 他就是这个地方的人 这是从我们人世间 容易理解的地方去看 哪怕是亲人 有时候离开太久了 再见面 看老半天 不敢相认 何况 格式的姻缘 所以此地说 长而容貌都忘 这是这一生啊 何况 树式亲缘 金则 张王难记 我们怎能记得 比其好户于地狱之下 婉转于恶鬼之中的 那我们就很难想象了 我们的六亲 在地狱中受苦 在恶鬼中 饱受则我 苦痛随之 继续安寿 有一部经 《于兰盘经》 讲的就是 牧连尊臣 证得阿罗汉果之后 以天言通 观察 他的父母在哪里 要报恩 先看到他的父亲 在善道 没关系了 暂时不用担心 观察母亲 正在恶鬼道 受苦 受什么苦 就是此地说 积虚 安寿 他饿的 真的 体力不支 常年 不要说吃饭喝水 连 饭水的名字 都听不通 述苦都没地方去 牧连尊者看到之后 于心不忍 亲自捧了一波饭 呈神竹通 来到母亲面前 把这一波饭 供上去 母亲接到这一碗饭 他是恶鬼的境界了 一只手护着 另外一只手 就抓了饭团 往嘴里面送 护着呢 是怕别的恶鬼跟他抢 恶鬼的贪心 自然而然这样 这一口饭 刚刚送到嘴边 化成烈火 恶鬼的业力 就是有饮食 如果没有法力的加持 他得不到 牧连尊者 痛哭不一样 往返三界 无人能救 归命大绝世尊 向佛请教 我怎样才能帮我的母亲 牧连尊者就说 你母亲的义也太重 非你一人之力 所能救怕 于是叫他 于 佛欢喜日 生自治日 就是七月十五 在十方圣贤生 劫下安居圆满 这一天 供养十方圣宝 以十方圣宝的威力 来救拔 这个众生的功能 这就是 于兰盆圣会的由来 也被称为 佛门的孝敬 这一则公案 在中国民间 流传很广 被改编成 地方戏 所以很多人 听过 牧连救武的故事 牧连尊者 证果了 他知道 我们今天 如何能知 虽然我们不知道 我虽不见不闻 必必求诊求计 这些曾经跟我们 多少有一些 亲缘关系的众生 他现在眼睁睁 等着我们啊 等着我们 或多或少 给他哪怕 一丁点的帮助 所以有些朋友 说学了佛 就做梦 梦到有众生 来找自己 不要怕 这是地藏经上讲 他来求救 自己知道之后 或多或少 修卸功德 回向他 借一点本分 凡是找来的 过去生中 都有关系 只不过呢 时间太长了 我们已经不记得 他们在恶道里面 已经受了长久的痛苦 非经不能成此事 如果不是佛 在经上这样讲 我们很难 在其他的典籍上看到 非佛不能到此言 只有大觉世尊 洞察 宇宙 人生 真相 才能够 把这个事情 为我们 说得这么明白 这可不是 在编故事 比邪剑人 何足以之时 邪剑 就是不正剑 不正确的支剑 都叫邪剑 那么这里讲的邪剑 通常 是指的两种见解 哪两种呢 一种是长剑 一种是断剑 所谓常见 就是认为 人死了 来生还继续做人 永远做人 所谓二十年后 又是一条好汉 那个狗死了呢 他别想翻身 下辈子还是狗 这是一种错误的直接 断剑是什么呢 断剑就是否定因果 认为人死如灯命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赶紧拼命享受 谁不享受 谁吃亏 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 因为这样一种错误见解 让很多现代人 不再重视 生命的永恒追求 把自己的人生目标 放在了物欲的享受上 这是非常遗憾的一种见解 那么这两种见解的人 他当然不能够明了 前面所说的这个真相 甚至他也不愿意相信 这种真相 世故菩萨 一个觉悟的众生 是怎样看这个事情呢 关于蚂蚁皆是过去父母 未来祝福 蚂是蚂菇 是一种昆虫 很小 蚁就是蚂蚁 就是很小的这些小动物 蚂蚁是我们 常常看到的 老朋友 全世界都能看到它 那么蚂蚁跟我们 又有什么关系呢 侯萨看蚂蚁 也是过去父母 未来祝福 所以经上 传记上讲 这些修行人 在走路的时候 前面如果有很多蚂蚁 他不敢跨过去 按照我们一般 学佛人的习惯 我只要不踩到他 就可以了 从他头上跨过去 应该没关系 这一些大修行人 我们今天都谈不上修行 更谈不上大了 所以不再讲求这个了 像菩萨 这样的修行人 看到这个情况 不敢跨过去 绕 绕开 为什么不敢跨呢 他是未来佛 不要说是未来佛 有一个人 从我们头上跨过去 我们高兴吗 你说蚂蚁小 他不知道 他现在不知道 他要觉悟了 他比我们厉害了 他要知道了 怎么办 这是一种 发生内心的尊重 这曾经 做过我父母的众生 我怎敢轻瞒他 将来要成佛的众生 我怎敢不理喻他 所以菩萨这样做了 旁边有人就说了 你做得太过分了吧 菩萨就讲了 这个众生 很有可能成佛 在我之前 我将来可能还要听他说法 还要接受他的教话 我怎敢轻瞒他 从理论上讲 任何一个众生 一念觉悟 可以直下成佛 不是不可能啊 法画经上的龙女 以畜生道的身份 一念成佛 活生生的历史 因此 菩萨不敢轻瞒 任何一个众生 常识利益 念报其言 时常想着 应该怎样 保护这些众生 给他们带来利益 报他们的本 这就是我们 天天发的愿 众生无贬 是愿度 真正的内涵 如果不了解 这一层关系 我们那个 度众生的愿 说老实话 表面文章 根本不可能 发自内心的去度众生 因为不知道众生 跟我们什么关系 跟我们一点关系 没有的人 我们愿意天天 去利益他吗 别说没有能力 就是有能力 也会考虑考虑 值不值得去帮啊 所以这个地方 为我们反复分析 目的没有别的 就是让我们认识到 我们跟任何一个众生 绝不是没有关系 也不是一点关系 而是深厚因缘 甚至比我们眼前的 这些眷属 来得还要密切 因此我们才会看到 为什么诸佛菩萨 他们对自己的眷属 跟对一切众生 都是用同样的态度 去看待 佛在经上讲 我观大地众生 如罗侯罗 罗侯罗是佛子 佛说了 我看一切众生 跟看待罗侯罗 没有两样 听得 这是从无尽时空 这一种彼时 互相有恩的关系上 去讲的 如果不站在这个立场 我们很难理解 经上讲的 菩萨为什么 那么样甘愿 去利益众生 所以要站在这个角度 才能发起这一种 度众生的大菩提心 我晚一天成就 曾经关心爱护 尊重我的人 就要多受一天苦 我侵卖一个众生 杀害一个众生 很有可能 就是伤害了 我过去的亲人 常常这样去提醒自己 修行人的慈悲心 就会逐渐增长 慈悲心怎么培养的 就是这样培养的 菩提心 是靠慈悲心 去滋润的 有了这样的慈悲心 菩提心 就会越来越殊胜 有了菩提心的动力 修任何一个法门 决定会有成就 缺乏了菩提心 就是念佛 念得打瞌睡 那就再振插不过了 念得会枯燥 念得会退心 那就完全可以低解了 什么缘故 因为没有动力 所以菩提心的重要性 我们就可想而知了 无量寿经 三倍往生 都是先讲发菩提心 可是这个菩提心 怎么才能发出来 如果不是这样 深深的去思维 详细的去分析 真不太容易 引起我们的重视 就是这样 可能有时候 我们还会觉得 太繁琐了吧 所以古大德这样劝可以 我们今天呢 就不能这样反复的劝 每天劝一次可以了 视为发菩提心 第五因缘 到这里 前面这五种因缘 都是念恩 报恩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修行 不是孤立的 我们要常常这样想 要把一切众生的需要 当作自己的动力 因此 菩萨修行 它才有用不完的力气 它才有源源不断的动力 什么缘故呢 因为有众生在 只要有一个众生在 这个菩萨的生命 就永远有意义 有价值 这正是我们学佛人 值得去开发的 一种动力的源泉 把这个动力开发出来 那真叫无价之宝 取之不尽 用之不尽 这是前面念恩的因缘 到这里告一段落 接下来第六种 讲生死苦 请看文章 云和念生死苦 为 活于众生 从旷节来 常在生死 为得泄脱 人见天上 死见他方 出没万端 生辰片刻 额眼而天 额眼而人 额眼而地狱 畜生 恶鬼 黑门 招出 而目还 铁枯 站离 而又入 等刀山也 则举起 无完肤 盘剑术也 则方寸 皆割裂 热铁不除鸡 吞之 则肝肠尽烂 羊筒难了可 饮之 则骨肉都迷 腻据解之 则断而覆去 小凤吹吹之 则死以还生 门火城中 忍听 叫好之菜 煎熬盘里 但闻苦痛之声 冰冻是宁 则壮事 青年蕊杰 血肉极烈 则身如 浑藕花开 一夜始生 地下 美境万变 一兆苦痛 人见 一过百年 频繁 欲煮疲劳 随性 阎翁较劲 受食之苦 虽悔恨 以何追 脱以还望 其作业也如故 先看到这个地方 这一段文特别长 讲得非常详细 也相当精彩 有点像看恐怖片的感觉 所以这一段文 我在考虑 要不要讲得详细一点 可是又是晚上 讲太详细了 大家晚上 睡不着觉 可能要找我算账了 我们换个角度去看 云和念生死 生死 是我们的家常便饭 我们对生死 是再习惯不过了 也再陌生不过了 再习惯不过了 是我们无始以来 都在重复 这个程序 在陌生不过 是从来没有 觉悟到 生死的真相 所以大使在这个地方 才不惜笔墨 详细为我们分析 让我们 好好地了解一番 这里面所讲的 都是我们 曾经的生活 这里面讲的 大家有没有感觉 比较熟悉啊 这是我们曾经的 生活习惯 我们生活过的地方 生活的场景 不是在说别人 为我与众生 那是自己 在这个地方 也没有回避 其实 这不需要回避 众生在未处理之前 都是这样 包括我们在内 从旷节来 从无始节以来 常在生死 未得泄脱 我们今天 还在生死轮回中 从生到死 这是一个阶段 死了之后呢 接着下一期的生命 又开始 死死生生 无有穷尽 没有出离之前 都在玩这个游戏 人间天上 此界他方 出末万端 就是我们的 跑来跑去 所以有时候会感觉 出国了 到一个地方 怎么这么熟悉呢 不用犹豫 这里是曾经的故乡 确实是这样 很多人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到一个地方 从来没来过 但是事成相识 感觉这里很熟悉 那就是前几生 刚刚不久 在这边生活过 好一点的 人间天上去了 能力大一点的 他方世界去了 能力大 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业力大 发配到他方世界 受苦惧了 一个是福报大 到他方世界 享福去了 只要没出六道 反正都在这个空间 出末万端 生辰片刻 这个速度有多快呢 片刻时空 在六道轮回中 已经换了身份 只是我们今天呢 迷在这个时空的观念中 认为 很长啊 几十年啊 其实 在六道轮回的大格局里面 这真的 片刻之空 额烟而天 额就是很快啊 很快上天上 很快到人间 一不小心 又到地狱去了 又到畜生恶鬼 这是六道 中间阿修罗道 就省略了 人间是以善业所改 山徒是以贪嗔吃恶业 所受的报 黑门 朝出而暮还 这是什么概念 早上出门 晚上回来 是什么概念 家的概念 黑门是什么门啊 这曾经是我们自己的家门 黑门就是地狱啊 早上出去 晚上回来 经上是这么给我们讲 六道众生 是以地狱为老家 就是假如不出轮回 地狱是我们的老家 不要不承认啊 佛在经上是这么讲的 为什么说是老家呢 因为我们到人天来 时间很短暂 后面会讲到 哪怕我们在人天 人间寿命短 天上寿命长 跟大家列一个数据出来 人间五十年 四王天一天 以这个时间去算 四天王天的寿命是五百年 有人算过 和人间的时间 大概是九百万年 这是四天王天的寿命 够不够差 曹明百岁 不知道 这才是等活地狱的一天 地狱里面有个等活地狱 那就好比我们现在 住的区不一样 城市不一样 有个地狱叫等活地狱 这个地狱的一天 是四王天一生的时间 那我们人间 你就可想了 说片刻 已经很多了 一眨眼的功夫 就又回去了 所以佛说 在天上人间 是出来旅游 透个空气 换个环境 放松一下 马上又要回去 这就是招出牧环的概念 铁枯站立而诱入 铁枯就是铁围城 就是地狱的生活 尖牢狱 暂时离开 很快又进来 在这个内地 有些道场 有专门的阎罗殿 九花山就有 如果大家去九花山 旅游朝圣 有兴趣 可以去看一下 阎罗殿 门口 有两个迎宾大使 就像宾馆里面的 那个李仪小姐一样 不过 那个门口不是小姐 站着两个 我们很熟悉的形象 可是我们把它忘掉 一个穿黑衣服 一个穿白衣服 舌头都很长 手上拿着一个牌子 有些呢 做得很惊险 你进去的时候 他突然出来 牌子一举 有些旁边还配上音啊 说出四个字 你又来了 说明这个地方我们常去 确实如此 阎罗王 每一次交代 离开地狱的众生 不要再回来 说你们好不容易出去了 就不要回来 所以阎罗王 希望不跟地狱众生 说再见 希望永远不要见面 可是这边 刚送出去一个 马上又回来一个 真的是这样 等刀山也 下面是 举几个例子 这都是我们曾经 玩过的游戏 这些都是很惊险的游戏啊 要命的 刀山 这个山上面不是树啊 全都是刀 爬上去 可想而知了 这具体五顽夫 探案剑树也 这个树上面 不是一般的这些枝枝叶眼 都是锋利的剑韧 则方寸则隔离 热铁不除鸡 吞汁则肝肠浸烂 这个烧红的铁水 喝下去 怎能出击啊 所以肝肠都烧烂 羊铜难了渴 铜的水烧红 比前面的这个热铁 铁块还要可怕 那么这些我们都很难想象 饮汁 则骨肉都明 整个身体都化掉了 力锯解枝 这个锯把身体分成若干个区 一块一块锯下来 不是在锯木头 锯我们的身体 不要说了 晚上睡不着觉了 则断而复去 断了之后 它又长上 这个事情很奇妙 就是在地狱里面 受这样的折磨 死不了 在地狱死了 那真应该庆幸 因为地狱死了 就超生了 哪怕生到恶鬼道 也好过多了 可就是在地狱死不了 在地狱 为什么死不了 因为嗔恨心 很难消除 这些地狱众生 在受这些罪的时候 他不认为是应该的 他也不会忏悔 他认为什么呢 认为这阎乐王太过分了 认为我也没做什么过分的事情 怎么让我受这么重的罪呢 所以他在天天发牢骚 那个怨恨心越来越重 因此在地狱的时间就越来越长 因为地狱是嗔恨心变的吗 嗔恨心不消除 不熄灭 出不来 因此堕在地狱时间 才越来越长 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如果在地狱中 升起一念慈心 一念慈悲心 一念善心 立刻就超胜 经上讲 释迦牟尼佛过去生中 在做凡夫的时候 曾经度过地狱 这个地狱 就是火车地狱 火车不是马来西亚看到的这个火车 烧红的那个铁车 那个罪人要把自己的金抽出来 编成绳子 去拉那个车 我们无法想象 他跟另外一个众生 同时受这个苦 然后他就跟 这个狱主讲 说他太苦了 不忍心他受苦 这样吧 我一个人拉 我多抽出几条金代替他 可不可以 生了这一念慈心 这个狱卒就很生气 拿起那个狼牙棒 一棒打下去 把他打死了 打死了之后就上升天际 超胜 所以一念慈悲心就超胜 但是在地狱中 生起这样的慈心 不容易啊 你可以想象 我们一般人在逆境中 小小逆境中 都不容易生起慈心啊 生起的是什么呢 没完没了的怨恨啊 有几个人遭遇到逆境挫折 认为是应该的 会忏悔啊 不容易啊 何况遭遇到这样严重的折磨和惩罚 所以不容易生起慈心 那只能够是受这些 恶业的折磨 巧风吹之 巧风就是夜历之风 很巧妙的 一吹又活过来了 这死已还生 蒙火城中 忍听叫好之产 地藏经常描述啊 城里面全是火 在里面干什么呢 烤羊肉串 不是烤人肉串啊 烤熟了也不会死 挺奇妙的 煎熬盘理 但闻苦痛之声 有人喜欢吃这些 煎炸的众生的肉 剁地狱的时候 会剁到这一类地狱中 自己在那个锅里面被煎 怎么煎都死不了 煎了之后给谁吃呢 大家可能会奇怪了 煎了之后自己吃 自己把自己煎的那些肉吃掉 吃掉之后再跳到里面 再煎 是这样 这个里面形容的 我们真的无法想象 这些众生是多么痛苦 而更难想象的 这居然是我们曾经生活的地方 想想吧 这就是生死轮回 冰冻是凝 则壮世青年锐节 这是讲的寒冰地狱 前面的蒙火城中 是八热地狱 火 这里讲的冰冻啊 很冷 大家可能不太容易体会 因为马来西亚没有冬天 在中国 尤其是北方的冬天 很冷 我自己深有感受 因为我小时候找洞窗 这个手伸到外面了 手上都是一个裂口 一个裂口的 很痛 只是手上几个而已 都很痛 这个地狱是全身 因为冻了人 就会热胀冷缩 所以就会收缩 这一收缩 就结成像冰块一样 用什么来形容呢 青年锐节 一块一块的 青一块 像青莲花 血肉济裂 则深如红某花开 那个红的带血的肉 就像红的莲花一样 一片一片的 一夜始生 地下 每经万变 我们这边过一天 在地狱中 他们的感受 像经过了 百千万年 这是感受啊 因为痛苦的时候 日子很难过 一朝苦痛 人间一过百年 而他们真正的一天 其实人间的时间很长 可能百千年都过去了 平凡 御主 疲劳 随性 阎翁交接 御主 就是这些小鬼 牛头马面 他们也很辛苦啊 他们要忙来忙去 要煮这个 要炒那个 要烧这个 那些御主哪来的呢 是我们 众生的恶意 变现的 不是真的有个御主啊 大家过去都听过 这个张太炎 老居士的故事啊 张太炎 做阎乐王的 冬月大帝的判官 就是看到 经上讲 这个炮落之行 太残忍了 提出要废除 冬月大帝 命小鬼带他去看 来到现场 他什么也看不到 他没这个意 地藏经上讲啊 若非微神急需业力 非此二世 终不能到 见不到地 所以地狱这一种 凄惨的情景 是众生业力所献 为什么会献出 这样的情景呢 因为心过于 残忍的缘故 造恶业太严重 那就是心很残忍了 所以才献出 这些残忍的境界 那要细说 地藏经上讲的 都是略举大端 有关地狱的经典 很多 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了解一下 如果不害怕 做噩梦 晚上也可以去看看 这些地方 曾经是我们的 生活场景 那么 炎落王呢 确确实实 苦口婆心 教导众生 赶紧出去 赶紧觉悟 不要再回来 可是有几个人 肯相信 炎落王的教计 受死之苦 虽悔恨 以何罪 受的时候知道 很苦啊 可是出来之后 早就忘得 一干二净 脱以还望 其作业也如故 脱离 恶道之后 好不容易得人生 得人生 是 炎落王 地藏菩萨 跟我们有缘的佛菩萨 教化我们 我们才脱离恶道 得到人生 得人生之后 要知道 这个机缘不容易 应当 好好地考虑考虑 这个山徒啊 别说这辈子 下辈子 永远都不去了 大使也不去了 一定要下这个决心 有人说了 不去不是不慈悲了吗 不要去受苦了 希望下次 再去的时候 是像地藏菩萨一样 成愿到地狱 度众生的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现在呢 我们对这个情景做个了解 这一段 我们不能细说 真的细说呢 晚上可能会做噩梦 那我们还是把重点啊 放在想阿弥陀佛上 这个事情做个了解 反正我这段时间不会去了 我接下来下定决心 要去极乐世界 这个后面呢 是火坑啊 不能退啊 一定要拼命 往上尽头 为此因缘 发菩提心 这是讲生死苦 那么这一堂课时间到 我们先说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我们下期再见 因此 我们下期再见 阿弥陀佛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